你要再這麼說話 那我就不理你了啊 開玩笑開玩笑 別生氣別生氣嘛 馨河 劉馨河真的是你啊 書記者 上次我 你在醫院 我一醒來你就不見了 你沒事了 我沒事了 這麼巧啊 對了我來找人 他一下子就不見了 你找人哪 那我幫你啊 好啊 小偉他在酒店找人 你幫幫他吧 不是 我這裡怎麼能有他也要找的人啊 你幹嗎 你是不是來這裡發銷廣告的啊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 報案過來報案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馨河 別動 馨河 你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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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們就是被打了東西叫人身傷害 快點我都放出來 你損壞了酒店的東西 怎麼能隨便讓他走 這是損壞了酒店的東西 那也不能隨便打人哪 多少錢呢我幫他賠 總經理說是十萬塊 多少 十萬 十萬塊 就那東西要十萬塊啊 那那這樣 你要我進去看看他總可以吧 咱們還是別得罪他 他是管經理的那個女朋友 那好吧 劉馨河 你怎麼被打成這樣了 蘇記者 你們也太過分了吧 蘇記者你幫幫我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點錢 我也想借你 但是我身上沒有那麼多 我先猜一下 那個破玻璃架子 很貴嗎 你這個相關老 那不是玻璃架子 那是藝術品 多少錢啊 他們說好像要十萬塊 十萬 那麼多錢 在鄉下 在前進村 可以蓋一棟房子了 我該怎麼辦呢 少廢話 要麼賠錢 要麼繼續挨揍 你自己看著辦吧 那我還是挨揍吧 你幹嗎呀 打人能解決什麼問題啊 不打他賠錢啊 劉信禾 你想一想 你在荊州 有沒有什麼家人或者朋友 可以先幫你拿一點錢過來 我呢去找管小偉 幫你求求情 說不定能夠解決問題的 我爹還有我弟都在荊州 我弟在荊州大學上過學 我想新陳在的話 一定能夠幫到我 你說什麼 你再說一次 你是你弟弟叫什麼名字 劉信禾呢 他在荊州大學上學 劉信禾 這也太巧了吧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關小偉 關小偉 你知道被關犬那個人 他弟弟是誰嗎 我管他是誰呢 我能不能活到今晚 我還是個事 他弟弟是咱們的同學劉信禾 你就看在大家都是同學一場的份上 你就幫幫他嘛 你也當幫幫我 賠償的錢以後再慢慢還嘛 哥 哥 你怎麼樣 沒事吧 新陳 真的是你啊 我剛才就想過你 你就出現了 哥 他們怎麼沒打成這樣啊 沒事沒事 我不小心把人家的玻璃架子弄壞了 他們找我賠錢 我又沒錢賠 我還想過你找你幫忙 沒想到那個玻璃架子的錢 都可以蓋一棟房子了 哥怕拖你的後腿 所以就挨揍來還錢 哥 錢我已經賠了 你現在來成立了 我以後再也不會讓別人欺負你了 你把十萬塊錢給賠上了 嗯 你們聽到了沒有 我說我弟弟有出息有本事吧 十萬塊錢都還上了 哥 咱們回家吧 新陳啊 我還想去找一朵 他一眨眼就不見了 新陳哥 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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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啊 對了 你是怎麼從那個傳銷公司 跑出來的 王今晚有沒有追你啊 你怎麼現在還惦記著我啊 你看你疼不疼啊 你怎麼那麼傻啊 有點鄉村的風味啊 爸你看誰回來了 爹 爹 星河 爹可想你了 你倒還好吧 哎呀 這是從哪兒把你給找回來的 自告回來的 爹你還好吧 好好好 你的身體骨還好吧 好好好 好的 你說 你這臉怎麼回事啊 給人打架了 沒有沒有 這個摔的 沒事 都是怪爹沒本事啊 讓你們哥兒倆跟著我受苦 爹不苦啊 能夠跟你在一起特別地高興 現在看見新陳這麼有出息 比我吃那個豬頭肉還開心呢 你看你哥說的吃塊豬頭肉 就這麼開心了 對了 星辰啊你前幾天不是說 找到新工作了 怎麼樣了 這兒肯定是說的 我要做的 跟我們同事 你自己想知道 你沒有太陽 你也有太陽 爸不生气 他能理解你的难处 就是啊 我跟管老虎从前那些事啊 你别介意 都过去了 等等 星辰 你说你要去管老虎那儿去打工 这怎么行呢 当年管老虎可是 把爹给打伤的人呢 不行 你不能去 你刚大学毕业 你怎么能给仇人打工呢 这村民人要是知道了 会笑话你的 走走走 跟我一跨去 去那边去辞职去 哥 你不懂在城市生存的法则 在这儿没有本事的人 才会让人看不起 才会被人欺负 要想自强自立 必须有本事 有自己的价值 等有本事了 有价值了 你爱向谁包床就向谁包床 星辰 你说什么 我都听不懂 爹 他说什么呢 你怎么能让他去呢 爹 我看啊 你弟弟说得有道理 这个跟谁打工 大是次要的 还是你弟弟的前程最重要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今天不提这事了 赶快回来 你看看 坐 这好不容易把你找到了 一家人团聚了 还不高兴 爹今天不提这事了 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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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